第226集 士君 御书房内 少年皇帝脸色苍白看着何瞻 眼里有巨异 更有恨意 口供是要上史书的 何瞻神情淡然 你觉得我在意 他的名字必然会留在史书上 以一代全燕的身份遗臭万年 少年皇帝强自镇定下来 就算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那些大臣与学子都是无辜的 还请开恩 要放他们出来很简单 只需要陛下你出去说一句话便好 至于要说什么话 谁都很清楚 少年皇帝盯着他的眼睛 那是朕的父亲 我不这样认为 少年皇帝气急 声音微颤 朕毕竟是个皇帝 你何至于逼迫至此 何瞻静静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少年皇帝却明白了他的意思 身体微寒 咬牙说着 母后不会允许你乱来 这时有太监在御书房外紧张说道 公公 太后娘娘有请 听到这句话 少年皇帝终于放松了下来 何瞻眯了眯眼睛 看着他 母亲喊得倒是挺顺口 说完这句话 他转身离开御书房 去了园宫 太后掌公多年 风韵犹存 凤威更盛 对何瞻自然不同 温言劝道 小孩子家家 难免心怀生负 虽说不合体头 没有道理 你训斥一番也就罢了 何必弄出如此大的动静 还有那个书生的事情 太过了 何瞻没有解释书生的事情 当年我就对陛下说过 何间府就是一群养不熟的崽子 听到陛下儿子 太后的神情变得有些冷淡 反正哀家觉得这孩子不错 你不要乱来 他盯着何瞻的眼睛 想得到某种保证 我不会做什么 但那些不听话的大臣 不能再留 请娘娘下旨逐出巢去 太后很是恼怒 满朝官员 有谁愿意听你的话 难道都逐了杀了 这场谈话不欢而散 此事便陷入了僵局 除非何瞻把朝中的官员清洗干净 然而就像太后担心的那样 官员都杀了逐了谁来治国 便在这时 芸汐自楚国归来 亮明身份来求见何公公 作为齐国学功的领袖人物 他在世间周游讲学二十年 在读书人心里拥有无法替代的地位 拥有难以企及的声望 很多人都在想 芸汐先生这等人物居然求见臭名昭著的何太监 肯定是为了最近之事 何瞻在机事场见了芸汐 芸汐里打扫得很干净 于是那日被打砸的痕迹更加清楚 他看着芸汐平静说道 你觉得都是我的错 前面你不错 后面你不对 这里是我发家的地方 就这么被砸了 如果公公不想这里被砸 又有谁能砸了此间 既然赵国是公公的 你自己应该多爱惜 何瞻叹了口气 唉 你果然没有变成那种妇孺 你认识我 听闻你忘了所有事情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芸汐不再想此事 神情洒脱 既然我不曾记得那些事情 也就谈不上忘记 此言有礼 总之多谢你前来 他是感谢芸汐给了自己一个台阶 好让整件事情 尽快地进入下一个阶段 对被放出来的太学学子 与大臣们来说 他们对芸汐先生的感谢更是深沉 经过此事 芸汐先生的声望更高 直四要变成一座高山 当然何瞻并不在意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此事 将会就此了结 何公公终于暴露出弱点 地挡完全可以再进一步的时候 那位少年皇帝 中了毒 那种毒不是很烈 不如烈酒 也不像刀子 毒药在他身体里缓慢地运转 没有带来什么痛苦 只有虚弱以及随即而来的茫然感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这些年的准备 没有任何意义 那些施恩 那些手段 那些被收服的太监侍卫都是假的 就像他这短短数年的帝王生涯一般 像极了一场诡异的黑白色的梦 他做的那些事情都是何瞻允许他做的 包括虐杀那名书生 何瞻坐在踏前的圆凳上 看着他平静 我不在乎你的手段有多残忍 心思有多阴客 更不在乎你虐杀那名书生 栽赃到我身上 因为这本来就是我想要教会你的事情 只是现在不想再看到你坐在皇位上 少年皇帝眼里生出嘲讽的神色 难道你以前就愿意看到 何瞻沉默了会儿 你说得对 这次的事情只是让我对陛下有了个交代 何公公的陛下只有一位 少年皇帝很清楚这点 带着无尽的忧怨 我是养不熟的狼崽子 那你呢 何瞻伸手替他把背脚噎好 没有说话 少年皇帝喘息着 我敬你多年 就如真的叔父 但 还是转不了你的心肠 你根本就没想过让我活到成年 是啊 就像宫外那些人说的一样 你会杀了我 再换个新的小皇帝 等他再长大些 又会因为一些 莫名其妙的原因死去 到时候 你再挑一个小皇帝 反正 反正皇族的小孩子多 挑小孩子来当皇帝 是很麻烦的事情 并非我愿意 少年皇帝不知道从哪里生出一道力气 愤怒地喊着 但那样 你就可以永远当皇帝 何瞻沉默了会儿 你错了 我之所以要杀你 不是因为我想当皇帝 而是因为你 不认你的父亲 少年皇帝声音渐低 喃喃说着 但我本来就不是先帝的儿子 我甚至 都没有见过他几面 你没有错 但他是我的朋友 你不肯当他的儿子 他就会绝后 我只好再给他挑一个 愿意当他儿子的皇帝 少年皇帝忽然 曲曲地笑出声来 显得有些癫狂 是不是你生不了了 才会如此在意这件事 何瞻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头 好好休息 少年皇帝死了 在睡梦里平静地离去 没有承受任何痛苦 朝廷也没有发生任何动荡 民间甚至没有生出多少议论 何奸府稍微有些不稳的迹象 很快便被镇压 直到这时候 朝廷里的官员与宫里的某些人 才真正明白 何公公对这个国家的掌控力度 究竟有多么强大 很多人接着想起了 与何公公有关的那个传闻 何公公不喝酒 不求美食 不在意奢华享受 不下棋 不吃山色 不贪虎光 没有任何爱好 他每天凌晨起床 很晚才入寝 据说最多只睡两个时辰 那么他的时间都用在了哪里 只有机市场的亲信才知道 何公公练功是多么的勤奋 处理朝政又是多么的勤勉 而且每天读书学习不倦 看书学习的目的 是为了能够尽快提升境界实力 加强处理国政的能力 至于那些阴谋诡计 或者说深谋远虑 都属于琢磨人 对付人的范畴 对经验丰富的何公公来说 用不了什么精神 辞旧便要迎新 皇位不可能空悬 另立新军事迫在眉睫的事情 有资格商议此事的只有两个人 安静的员工里 太后看着何瞻 脸色苍白 你究竟想做什么 当皇帝吗 你真想夺了先皇留下的江山 他嫁给先帝后 一直没有儿女 这几年带着少年皇帝 在宫里学习 在朝上听证 难免有些感情 何瞻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挑个小点的 最好还没有济世 不管挑谁都与你无关 这件事情 你休想再动一根手指 何必如此警惕我 太后盯着她的眼睛 带着强烈的恨意 你已经害死了两个皇帝 难道还想害死第三个 听到了这句话 何瞻沉默了很久 原来在你心里 他一直是我害死的 难道不是 当年黑衣人杀我 我重伤不行 只能躺在你的寝宫里 那时候你为何没有动手 太后转头望向窗外 没有说话 何瞻忽然上前 伸手转过她的脸 盯着她的眼睛 你害怕我 你要做什么 回答我的问题 你一个阉人 弑军弄权乱攻干政 哀家在这宫里朝不保夕 如何能不怕你 不 你之所以怕我 是因为你想要杀我 太后身体僵硬 何瞻松开手指 望向窗外的夜宫 你知道你已经暗中 收服了几位将军 我知道你与咸阳城那边 一直有来往 我知道你在齐国那边 安排后路 我还知道 当年在你宫里智商的时候 你亲自熬的药里 下了慢毒 太后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滴水可以穿石 滴毒可以杀人 但那样太慢 而且太累 何瞻看着夜空里的星光照亮的云 叹息说着 这样活着 真的很累 太后眼里出现绝望的深情 所以 你准备让我去死 你想多了 我答应过陛下护你一事 只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必要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 当年我给陛下亲手熬的那些药里 没有毒 说完这句话 她向着殿外走去 看着她的背影 太后忽然生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何瞻停下脚步 没有转身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有些累 好像已经很多年 没有好好睡一觉了 在星光的照耀下 云朵镶着一道清楚的银边 黑色的大肠的表面也是如此 在数十名太监高手的拱位下 何瞻向皇城外走去 靴子踏在冰冷的石板上 发出沉闷的声音 就如她此时的心情 在虚假的幻境里看到真实 那是每个问道者的修行目标 何瞻却看到了不一样的画面 她看到的是 哪怕在真实的世界里 依然没有真实 一切都无意义 她终于明白了 警九为何没有把楚国交给自己 为何已要自己去果城寺 因为她总有一天会看到这些 原来我是一个天生的僧人 在某个清静的酒楼上 何瞻林蓝听风 啼壶饮酒 喃喃自语 桌下堆着十余个酒壶 酒楼内外 包括不远处的街巷里 到处都是太监高手与提琪 所有人都感觉到公公今天的情绪有些问题 不然自我管理如此严格的她 怎么会如此烂影 何公公的情绪不好 赵国便可能有事 天下便会有麻烦 这让众人很紧张 禁军与城门司 甚至军部方面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夺宫或者向秦国发兵 去把那个人带过来 几名下属对视一眼 脸色有些奇怪 心想就是这样 公公终于要见那个人了 那个人究竟有何重要 在机事场里有很多秘密 也有很多奇怪的事 最让官员们想不明白的是 一名修行者 叫做江瑞 机事场有个专门的部门 负责监视 控制此人 已经持续多年 甚至听说从机事场出见 那个部门便存在 但机事场官员们怎么看 那个人也极其普通 没有任何值得警惕的地方 花这么多的钱 与精神在这上面 还不如直接杀了 那名叫做江瑞的修行者 现在是陆山郡 某个宗派的客卿长老 离都城的距离不远 以机事场的能力 再加上数十年时间的监视准备 很轻松地便把此人制服 然后连夜带回了都城 当江瑞被押上酒楼 跪在地上的时候 何瞻还在喝酒 只不过桌下的酒壶 已经变成了三十几个 如山般堆着 来了 何瞻看着江瑞 他的语气很淡然 就像时常见面的朋友 江瑞这些年还算顺利 靠着修行天赋与钻营的本事 成功做了一家宗派的客卿 正想着能通过什么途径 去都城里寻找机会 结果今夜宗主忽然翻脸 宗派里的弟子们一拥而上 然后把他交给了一群黑衣人 押到了都城 在路上的时候他震惊不安 猜想了无数种可能 却想不到任何线索 是什么厉害人物要对付自己 听着那一声招呼 他鼓起勇气抬起头来 看到了一张完全陌生的脸 震了震后 赶紧谦卑问道 敢请教大人明慧 不知寻我这个山野之人有何事 在他想来 这位身着锦衣的中年阴柔男子 能够让宗派如此听话 必然是都城里的大人物 但没有立刻杀死自己 应该是有用得着自己的地方 比如用自己去暗杀朝中的对头之类 原来你什么都忘了 何瞻露出一抹自嘲的笑容 那这样吧 我给你讲个故事 那个故事从真实世界里的很多年前开始 两个颇有天赋的伞修在某个山谷外相遇 吃了一条烤鱼 很多年后 他们一起进了青天见 开始问道 第二百二十七集 离开 江瑞早已忘记那些前尘往事 听得震惊无语 南南说道 您是说我们并非这个世界的人 是的 对这个世界里的人来说 我们就是折入凡尘的仙人 我是仙人 江瑞觉得好生不可思议 想着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艰难与辛苦 更是生出无限感慨 当然还有更多的狂喜 他深深呼吸数次 才稍微平静了些 那你现在是 我在皇宫里办事 姓何 你可能听说过我 江瑞再次震惊 甚至比前面更加震惊 因为何公公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 你居然是何公公 这怎么可能 对对对 你说我们是仙人 那我们当然应该这般厉害 不对啊 既然我们是同伴 你为何以前没有来找我 江瑞越想越乱 于是越说越乱 不着急 你会慢慢想起来所有事 何瞻扔掉手里的酒壶 拿起白色的毛巾擦了擦手 只是我不确定 你愿不愿意想起来那些事 杨母被杀死 被人贩子到处卖 无数次的毒打 被淹入宫 在宫里艰难求存 不知遇着多少痛苦 那些事何瞻从来都没有忘记 所以江瑞也必须记起 没有过多长时间 江瑞想起了那些事 脸色瞬间苍白 迷失在红尘里的人 最痛苦的时候 不是糊涂地死去 而是醒来 面对真实的那一刻 原来你还活着 你居然进了宫 原来你就是何公公 江瑞想要解释当年的事情 嘴唇动了动 却终究说不出任何话来 何瞻用毛巾 把自己踩脏的凳子 擦干净 然后坐下 看着跪在地上的江瑞 你喜欢怎么死 江瑞再也无法跪好 跪坐在地 刚刚知晓真实 便要死了 谁都不会乐意 他神情枉然 难难自言自语 我不想死 怎么死都不喜欢 这些年 我无时无刻都在想怎么杀你 为你设计了十几种死法 为了不让你因为意外提前死掉 我派了很多人保护你 卓如碎想杀你 都被我冒险救了下来 好不容易到了今天 你总要挑一种 就算你想玩我 玩了这么多年也够了 为何不早点杀了我 何必拖到今天 你是我在幻境里的锚点 只要你还活着 仇恨还在 我便不会忘记那个真实的世界 直到刚才 我忽然发现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意义 自然就不用再留着你 我天赋不错 一直手段皆有 却始终走得如此艰难 原来是你一直暗中打压我 在外面 你就一直觉得我百无一用 只是运气好 难道你以为在这里 我也只是运气好 抢先走到了你的前面 你要明白 并且接受一个事实 你从来都不如我 行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你在外面不行 在里面也不行 我才明白 你是个太监 那玩意儿被割掉的感觉如何 不管我行不行 你不行啊 江锐轻蔑说道 忽然眼里闪过一抹利索 他不是准备偷袭何瞻 而是想要自杀 可惜的是 没能成功 何瞻衣衫微动 带出树道残影 仿佛没有动作 实则已经封住了江锐的所有经脉 又重新坐回椅子里 江锐神情骤变 不 抱歉 你知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当年 我也没想到 你会吃这么多口 何瞻没有理他 平静解释 我用的手法会让你不能动 感受会更加清楚 而且确保你不会昏迷过去 以这样状态承受鸡事场的那些恐怖刑法 会是怎样的痛苦 江锐脸色苍白 这 这要做这么绝 我认错 我认错 你给我一个痛快 何瞻没有说话 江锐完全绝望了 沉重地喘息着 我都认了 但按照温德的规矩 里面的事情不能带到外面去 你不能记恨我 他不愿意承受那些可怕的痛苦 更不愿意离开幻境后受到何瞻的持续打压 怎么会呢 所以稍后无论你怎么痛苦 都不要记恨我 在外面 我们还是朋友 何瞻本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心想以自己的修行天赋 只要巩固道心 哪怕再厉害的刑法又能如何 但这时候看着何瞻的淡淡微笑 忽然有些发冷 声音微扬 你究竟想要怎么处置我 凌迟吧 抱歉 我知道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心意 江锐脸色更加苍白 身体微颤 想要扑过去抱住他的大腿求饶 却无法动弹丝毫 画面太血腥 我就不看了 你好好享受 何瞻说完这句话 就离开了酒楼 走出酒楼的时候 他向对面屋檐看了一眼 那只青鸟飞走了 他相信回音谷外的修行者 也不愿意看接下来的残忍画面 又不是变态的邪道高手 至少表面上 夜街安静五声 极远处 晨光引荐 人间却是更加黑暗 何瞻披着黑色大肠 向着夜色里走去 身后忽然有惨叫声响起 惨叫声不曾断绝 只是渐渐低微 江瑞算是一名修行境界不错的修行者 但对于如此广阔的世界而言 他的死亡只是一件小事 只有那个陆山郡的宗派 因为此事紧张了很长时间 宗主甚至想过 要不要主动进京向何公公请罪 只是随着时间流逝 机事场再没有什么吩咐 才渐渐放下心来 没有人知道 何瞻把此人留了数十年没有动 那夜却忽然抓了过来凌迟处死 这件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 太后不知道那天夜里 酒楼发生的事情 紧张不安地等待着何瞻的反应 在她看来 像何瞻这种有不尘之心的恶徒 必然会借着内夜宫里的冲突 做些什么事 出乎意料的是 何瞻什么都没有做 甚至连选新军一事都没有理会 只是如往常一样 处理着朝政 赵国很快便迎来了一位新皇帝 由太后抱着 坐在株连后的椅子上临朝 从那天开始 何瞻再也没有参加过朝会 只有最亲近的下属 才能发现何公公有些异常 最近这段时间 她经常看着灰暗天空里的某个点 一走神便是半天 偶尔她会去某座偏僻的冷宫 在那座狭窄的夹道里 来来回回地走着 有时候她会走到某个 早已无人居住的小院 取出一张竹椅躺下 手里轻轻挥着圆扇 现在已经是初秋天起 从秋天躺到冬天 再到春天 时间就这样缓慢而无趣地流动 何瞻厌倦之余 忽然找到了某种熟悉的感觉 有很多事情她正在渐渐忘记 有很多事情 却又再次从海里泛起 她感觉好像在哪里 有过类似的日子 好像是在某个寺庙里 然后她忽然非常想吃一盘 爆炒的红菜苔 御花园坡上的那棵小栗树 早就已经长大 那根折断的树枝留下的疤 已经变得很坚硬 更加清晰 她经常站在那棵栗树下 右手下意识里摸着那处疤痕 看着远方 不知道在想什么 某天她忽然想起来那片海 海上的那艘船 船上有位曾经的朋友 还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 银发老人刻然尝试之前 似乎说了一句话 但当时海浪的声音太大 她太过悲伤与愤怒 没有听清楚 那句话究竟是什么呢 何瞻想了很长时间 某天终于想了起来 小舟 从此事 何公公忽然消失了 机事场再次被搬空 那只镶着金边的马桶也随之不见 很多机事场的官员与密探 齐提的统领与军事也同时失踪 没有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没有任何线索 各州郡里也没有那些人的踪影 这件事情震惊了整个赵国 继而震惊了整个天下 在紧急召开的大朝会上 满朝文武没有人能说得出话来 此事太过离奇 毫无道理 有些官员甚至在想 难道是机事场惹出太多天怒人怨 结果遭了天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多人同时消失 你们居然一点东西都查不到 太后愤怒地掀开珠帘 站在那些官员们身前 难道哀家就指望你们这些废物治国 何瞻消失 按照道理来说 他应该感到轻松 生出无穷喜悦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却是惊怒交加 尤其是夜深的时候 他想着何瞻的离去 更是感到孤轻至极 过了些天 终于查到了些线索 当朝大学是连夜入宫 跪在员宫踏前 向太后低声汇报所得 整个赵国都知道 在浩瀚平湖的深处 盘踞着一股极凶悍的水匪 哪怕朝廷的水师倾角过多次 也没能伤得对方分好 反而送了不少船只过去 就在何瞻带着机事场 众人消失之后不久 那股水匪忽然出了平湖 百余艘大船经由水道 驶入齐国 然后驶入东海 消失武宗 现在想来 何瞻与他的那些下属们 当时就应该在那支船队上 这件事情听着简单 其实不然 何瞻不止瞒了朝廷多年 更关键的是 还完美地利用了赵国与齐国 多年修制的水道系统 更何况那些大船明显用的是 齐国方面的技术 要办成这件事 何瞻不知道筹划了多少年时间 为之付出了多少精力 太后的脸色瞬间苍白 转身看着踏上沉睡的小孩子 沉默了很长时间 难道你一直都想着离开 还是说这只是你准备的后路 那天夜里对哀家太过失望才用了 那个权清朝野数十年的大太监走了 对赵国人来说 就像是都城里的皇宫 忽然消失了一般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强烈的恐慌 朝野一片死寂 流言渐渐传开 确认何公公确实已经离开 而不是如往年那样 站在阴影里看着世间 随时可能回来呼风唤雨后 整个国家陷入茫然空虚的精神状态里 无数奏章与民间的请愿书 如雪花般被送入皇宫 请求朝廷尽快派出大军寻找何公公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些奏章与请愿书变得越来越少 直至没有 直到盛夏时节 所有人都发现何公公可能确实不会再回来了 情势再次为之一变 无数奏章与民间的请愿书 再次如雪花一般送入宫中 只不过这次的内容已经完全不一样 从官员到百姓 所有人都在指责何公公的弄权无职 冷酷好杀 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与秦国勾结 自知叛国大罪难受 所以畏罪而逃 朝廷里的官员都曾经向何公公送过钱 趋一讨好 那么谁才是何公公的走狗 为了分出谁是真正的走狗 当年究竟是谁汪的声音更响 朝堂诸公开始了激烈的互相攻击 一时间混乱不堪 丑态百出 直至初冬时节 局面才终于稳定下来 在平稳朝局的过程中 赵太后展现出了极其优秀的政治智慧与手段 然后便是一罪 朝廷给何瞻定了七十四项大罪 除了最常见的那些罪名 还有奇怪的罪名 只怕就连当初的机市场也想不出来 太后看着那些罪状 脸色越来越难看 最后再也无法控制住情绪 重重一拍书案 摔了手里的朱笔 斑斑红点落在墙 如红眉般好看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最终太后只批了几条罪名 主要就是三慢无礼 弑君不成之类 但不管她批了多少条 何瞻注定要名垂青史了 当然是恶名 想到这儿 她生出一些歉意 她来到了御花园 挥手让撑伞的宫女离开 走到那棵栗子树下 这里是他们曾经站过的地方 雪落在她的身上 她看着远方 渐渐红了眼眶 第二百二十八集 出体 听到这个消息 秦国全体军民陷入狂喜之中 在扫平雨内 一统六合的道路上 他们唯一需要担心的便是赵国 更准确地来说 就是何太监一人 但秦皇根本不相信这个消息 认为这肯定是个阴谋 何太监在赵国的根基如此雄厚 手段不逊于己 刚好另立了一个小孩子为新君 正是最风光的时候 怎么可能忽然舍去所有一切 就这样的消失 无数密谍与高手被派出了咸阳城 在世间各处寻找何太监的消息 却始终无所获 除了秦皇还有很多势力 试图寻找何太监的下落 或者接收他留在世间的政治军事遗产 至少也要确认他的生死 但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何太监就这样消失了 像景久一样 哪怕为人离去 太阳也会照常升起 时间继续流逝 转眼又是数年 问道至今已有四十二载 赵国在太后的统治下 没有出什么乱子 但也不可能再像当年那般强盛 锋芒见尸 无力再与秦国争霸 此消彼掌 把楚国国力消化吸收后 秦国变得更加强大 铁其所向无敌 某天清晨 昭阳出声 秦皇起床后 走到窗外 嗅着宫外传来的烧漆味道 微微皱眉 为了准备日后的大战 秦国方面一直在不停地储备军械 盔甲 这些味道与那些烟尘 都是不可避免的代价 秦皇早就习惯了这种味道 甚至有些享受 但最近这些天 他的咳嗽越来越严重 在他心上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是修行强者 自然知道自己没有病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很不舒服 皇后娘娘端着一碗银耳汤走了过来 蝶盘放着三块秋梨高糖 小心翼翼问道 陛下 要不要请御医来看看 秦皇那眉皱得更深 验憎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什么都不懂的夫人 哪里来的这么多话 说完这句话 他拂袖而去 皇后脸色苍白地站在了原地 正了正才醒过神来 赶紧把石盒放下 跪地相送 他知道陛下要去书宫 见那位公主 每当有什么大事要发生的时候 陛下便会去那里 就算没有什么大事 陛下也更喜欢在那里喝茶 陛下与公主见面的次数 甚至比与他还多 但他不敢有任何怨言 因为他知道那位公主在陛下心里的地位 逼自己高无数倍 书宫如往年那样安静清幽 水池里的残河没有破败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狼畔悬着的灯笼里 还残着昨夜的香煮味道 秦皇解下大佬 扔给迎上来的宫女 坐到秦台对面 深深地吸了口气 觉得情绪安定了很多 白枣坐在秦台那面 手指虚按着琴弦 黑发随意挽在身后 就像垂在手臂间的白断般 自然好看 何太监应该是真的出了海 至少短时间是无法回来 楚皇就算活着 也不敢冒头 而且就像你当年说的那样 一个人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秦皇拿起茶杯喝了口 我想把局面往前再推一推 白枣抬起头来 看着他 你今天显得有些着急 这样的语气 让秦皇觉得有些不舒服 轻咳两声 该办的事情总是要办 早些办完也好 白枣低头看着纸下的琴弦 奇果 云七现在声望太高 奇诏就处 甚至就连朕的咸阳城里 都有不少追随者 但他偏偏却要讲什么非战 秦皇放下茶杯 眼神微冷 朕要一统天下 他和他的学说会带来很多麻烦 白枣没有抬头 你准备这么做 这种人不能轻言杀之 不然万民离心 想征服天下 会有更多麻烦 朕想试试看 能否说服他 一毛斋的书生很难被说服 因为他们自己的道理太清楚 白枣轻浮琴弦 虽然西一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来历 但想来也是如此 朕会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他 想抵抗朕的铁骑 反而会给世间万民带来更多的灾难与痛苦 不如直接投降 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来舒服他 你觉得他会愿意来咸阳 秦皇武功强大 却从来不会离开咸阳皇宫半步 尤其是黑衣人那次行刺之后 朕会照告天下 保证他的安全 如果这种情况下 云七还是不敢来 那就罢了 白枣抬起头来 静静看着他的眼睛 看了很长时间 这样也好 深秋时节 齐国大如云七先生 带着百余名门下弟子来到了咸阳城 咸阳城门大开 无数民众前来围观这场大路难得的盛事 甚至就连赵国与旧楚地也来了很多名事 云七先生与弟子们都着广袖长袍 配长剑 一姿不凡 行走在街道上 不知吸引了多少视线 秦国民众站在街道两侧 好奇地看着这些传说中的书生 有些人不解 心想这般长的剑 想要拔都很难拔出 在战场上又有什么用 有人解释道 云七先生和弟子们的常见 是一种配饰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并非真的用来战斗 前面提问的那些民众连连点头 心想不愧是齐国学宫的先生们 形势真是讲究 只是还是感觉有些累赘啊 百余名弟子被请进了咸阳学宫 与秦国的太学博士 还有来自赵国及旧楚地的名师对谈 对谈自然变成辩论 很是激烈精彩 但那些来自赵国与旧楚地的名师们 更关注的 其实是另外一个地方 无数视线落在那片黑色的宫殿群里 整个大陆的有识之事 都在紧张地等待着 看着云七先生能否说服秦皇 放弃统一大陆的野心 如果云七先生也失败了 过不了多少年 这片大陆便会陷入血火之中 咸阳皇宫与齐国学宫 是天下建筑最多 最宏伟的两处宫殿群 云七在齐国学宫生活教学数十年 早已习惯所谓巍峨壮观 但行走在咸阳皇宫里 还是感受到了压力 那些黑色的宫殿 就像是无数块礁石 沉默地矗立在狂暴的大海里 有一种难以撼动的强大感 云七不确定自己能否说服对方 事实上 她没有对此行 抱任何希望 走进大殿 她微微眯眼 适应了一下光明变化 看到了坐在最深处也是最高处的秦皇 当年秦皇喜欢穿着秘银打造的盔甲 如雪一般 更以白皇帝自称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不再那么喜欢白色的东西 今天她穿了件很普通的黑袍 姿势随意地坐在黄椅里 与周遭的大殿仿佛融为了一体 先生请坐 秦皇伸出右手摇摇致意 云七在殿里的空地上坐下 看了一眼岸上的那杯清茶 陛下的待客之道 果然与众不同 他说的不是那杯茶 不是秦国简朴智识的民风 而是距离 秦皇坐的地方 离他现在的位置足有七十丈远 哪怕是再厉害的刺客 再强大的弓箭 也无法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发出致命一击 先生是聪明人 朕喜欢直说 一杯茶的时间 应该足够了 秦皇没有顺着云七的话说什么 云七静静看着他 请陛下直言 朕要的是土地与人 你要的是人心 同样都是征法 实质并无两样 如果你愿意配合朕 你的大道推行起来 会变得更加容易 这个建议看似简单 实则非常可怕 里面隐藏着无数细节 而细节都是魔鬼 魔鬼最擅长诱惑人 如果是合粘在云七的位置上 甚至都有可能会答应秦皇的提议 但云七没有接受 很遗憾 我求的大道可以在世间各处 就是无法再擒 秦皇身体微微前倾 看着远处的他 声音微寒 为何 因为陛下行的是霸道 我要求的是人道 朕要得天下 便只能以霸道服四海 得天下后 自然会以人道治天下 陛下何以说服我 这里不是齐国学宫 朕也不是你的学生 难道你还想考朕 只是想与陛下讨论一番 说完这句话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份书卷 放到岸上 自有太监取过书卷 经过详细检查 确认没有读 也没有暗藏机关 才送到了秦皇的手里 秦皇摊开书卷 看了几页 微朝说道 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无趣问题 陛下想成为天下公主 便要了解您应该承担些什么 治天下从来都不是碰小仙 但也要小心谨慎 不要随意乱翻油锅 君王如何定位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 如何确定自己在俗世上的追求 对这个天下里的每个人来说 都非常重要 秦皇沉默了会儿 这些问题 朕解决不了 云七叹息一声 那今天便到此为止吧 不用谈什么天下统一 便再无战火 百姓安居乐业 世间一片太平 只闻太平 也不用说什么乱世无意战 皮肤担天下 各有各的道理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世人肯定想不到 这场举世瞩目的谈判 会如此快便要结束 秦皇忽然说道 朕确实解决不了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 但是朕 可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听到这句话 云七 洒然一笑长身而起 陛下邀我来咸阳 原来是想杀我 先生误会了 朕是想给你一个杀我的机会 云七沉默了很长时间 陛下为何如此知我 秦皇脸了笑容 因为朕比你自己更清楚你是谁 你们是一些很执着 只相信自己道理的人 能够来到朕的身前 你只有今天这一次机会 或者说服我 或者杀死我 如果错过 你不会原谅你自己 云七没有再说话 右手缓缓握住剑柄 作为配饰的长剑 同样可以杀人 长时间的安静 殿里一片死寂 如墓地般 却不知道 稍后会是谁躺在这里 带着淡淡烧漆味道的风 从殿外吹了进来 吹动云七的衣媚 云七随之而起 如一朵云向前飘去 长剑已经破窍而出 被他握在手里 秦皇站在七十丈外 面无表情 看着这一幕画面 无数弩弦弹动的声音响起 数不清的弩剑像暴雨一般 占据了大殿里的所有空间 锋利的剑簇轻易地割破衣衫 确实很难刺进他的身体 在青天剑的幻境里 井九的速度最快 何瞻的身法最诡异 那么云七的身法便最缥缈 就像魂不受力的羽毛 更像真实的云 但殿里的弩雨实在太过密集 当他来到秦皇身前十余杖时 身上已经插着十余道弩剑 雀水狂飙而出 秦皇依然面无表情 右手一拍黄蚁扶手 准备通过地道离开 当初大殿里的铁板 被灼如碎一拳轰穿 他便改变了最后的保命手段 地道由数十丈的青石砌成 只要他能够进去 便再没有刺客能够伤到他 这个时候 他忽然感到 殿里的气息发生了 某种极微妙的变化 那是一道淡淡的交虎味 他很确定绝对不是 宫外烧漆的味道 他神情微变 余光里看到内卷书里 蹦出了一朵极微小的火花 那卷书里写着云七提出的七个问题 火花也难以想象的速度蔓延 变成火焰 最后变成恐怖的爆炸 轰的一声巨响 黄蚁被炸成了碎片 地道入口的机关被毁 秦皇被震退树杖 黑袍尽碎 受了不清的伤 云七落在他身前 一箭刺出 无数声气浪的碰撞声响起 烟尘乱舞 遮蔽了殿里的视线 秦皇的脸上与身上 到处都是裂口 就像是破了的酒囊般 不停地流着血 云七再也无法站稳 跌坐在地 秦皇用来对付他的弩剑 都是特制的 脆了剧毒 掺了密银后 风锐足以破甲 便是修行者 也无法承受 第二百二十九集 烧云 数十名秦军强者涌入殿里 一部分拦在秦皇身前 一部分便向云七杀去 准备将他乱刀分尸 停 秦皇立声喝道 他暴怒至极 推开秦军强者们 来到云七的身前 就像是准备世人的猛虎 云七没有理会他 低头不停地咳血 看着这幕画面 秦皇忽然平静下来 有些疲惫的挥手 是以所有人都退下 云七被十余支弩剑穿凶 又与秦皇硬拼了一击 不要说再战之力 战都无法战起 秦军强者们当然不放心 但没有谁敢违抗陛下的旨意 慢慢退出殿去 大殿再次变得一片死寂 如真的牧场 秦皇盯着云七的眼睛 那卷书里是什么 是福 你不是什么都忘了吗 为什么还会写福 云七正了正 忽然笑了起来 原来我以前就会 青天剑的世界里没有福 如果云七没有来到这里 或者再过数万年 也不会有福道出现 他忘了所有的前尘往事 自然也忘了在一毛斋里所学 然而在读书修行的过程里 他居然自行创出了福道 所谓大道可以是殊途同归 也可以是净成万象 其间玄妙 着实令人感叹 放在现实世界里 云七变等于是 真正的开宗立派 即便不能飞升成仙 也必然立地成圣 当然 他可能是受到了 道心深处的前世影响 才能在这里创出福道 但依然可以称得上是 惊世骇俗 看着血泊里的书生 秦皇忽然觉得 就算自己成为天下公主 似乎也没有太多意思 这种想法对修道者来说 极其不妥 他很快便清醒过来 声音微臣说道 那又如何 朕终究还活着 云七举起断剑 指着他说道 你本应死去 如果说一个人该死 就会真的死 这时间会变得简单很多 可惜事实从来不如此 你确实差点杀死我 就像当年卓如碎一样 你们的天赋很高 手段很强 但太过愚蠢 不明白匹夫之怒 对天下没有任何意义 也许陛下你是对的 但如此聪明而猥琐地活着 岂不是太过无趣 有趣 因为你行刺朕 你的弟子 你的信徒 都会被朕坑杀 这样会不会比较有趣 云七静静看着他的眼睛 沉默了很长时间 忽然吐出一口鲜血 看着这幕画面 秦皇眼里出现一抹残暴 而快意的笑意 我一直不明白 你为何要这样做 你无法杀进天下人 就算凭着残暴的统治 能够一时微负四海 终究无法长久 做皇帝的 难道求的不是千事万事 你明知道如此下去 宝琴必然二世而亡 为何却不肯回头 所以你以为朕真的不敢杀你 就像世界那些无用的书生与富人 想的一样 我忘了一些事情 你却更加彻底 所以才会走上这条死路 云七想起了很多年前 与楚国张大学士的那番谈话 又想起与何太监的那次谈话 但人说道 你们总说我忘记了很多事情 我不确信那是什么 也并不在意 即便是真的 毫无负累地走到彼岸 可能会显得无知 却也比较轻松 无知便是无知 如果你知道 朕求的不是万事传承 而是那张纤路 便能明白这一切 纤路 似乎有些熟悉 看着他的模样 秦皇不知为何愤怒起来 那是我们修道着 梦寐以求的仙家之宝 那是长生的一线可能 原来是这样 云七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血 扔掉断剑 用袖子擦了擦脸 经你提现 我确实想起来了些事情 秦皇眼睛微亮 带着一种难以解释的期待 你想起来了什么 我觉得 你今天会死 那是因为我认为 楚皇会在咸阳出现 殷月觉得 这会改变很多事情 我这时候才想起来 他好像有个名字叫景九 是个很厉害的人物 秦皇沉默了会儿 开始想起来那些事情 说明你就要死了 是的 我又想起来了一些事情 又想起来一些 更多了 秦皇四笑非笑地看着他 我想起来一些事情 我想起来了很多 不 我什么都想起来了 西一云望向垫顶 我果然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很简单的一句话 却有无数种情绪 反而清淡如水 秦皇看着他轻蔑说道 是不是觉得很虚无 堂堂一毛宅弟子 居然会迷失在红尘里 真是可笑之急 在那个世界里 我就是我 在这个世界里 我还是我 无论在哪里 我都是这样的人 是否记得并不重要 这如何会是迷失 秦皇再次沉默 带着些厌倦的意味 但你终究还是会死 我会赢得这场问道 仙鹿只会属于我 西一云收回视线 望向他 难道这场问道 对你的意义 仅至于此 秦皇再次不知 为何愤怒起来 立声说道 意义 待你死后 我会杀你所有弟子与信徒 烧掉你所有书籍 禁止任何人传播你的学说 连你的名字都不准提起 我会抹去你在这个世界里的所有痕迹 那你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义 这个世界对你 有还有什么意义 道理是潮脱于认知的存在 学问不是发明 而是发现 就算我死了 树烧了 那些道理还是会被人找到 至少这个世界对于我的意义 会留在我的认知里 我对这个世界的意义 也会留在我的认知里 这就够了 你自负仁义之辈 因为你那些学生都会被朕坑杀 难道你不觉得惭愧 露鸣于也 起声悠悠 不是哀切 而是愤怒 因为他们面临的处境 并非他们自己的责任 西云看着她的眼睛 认真说道 在我看来 你没有必要这样做 垫顶梁上 青鸟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下面的画面 现实世界里的修道者们 也在看着这里 弩健如小山般地堆着 西云坐在血泊里 秦皇站在他们身前 忽然大声笑了起来 笑声回荡在幽冷血腥的宫殿里 恨是残忍 这份残忍是对这个世界的 也是对他自己的 如果是以前 你或者可以威胁到我 但我这时候已经忘了一些 想忘记的事 所以你不行 说完这句话 秦皇转身向殿外走去 一声极轻地暴声 书卷里的符文 释放出最后的效果 再次生出火苗 数百名秦军强者涌入殿内 乱刀斩向西云 青鸟飞离皇宫前 看到的最后画面便是这个 咸阳学宫也正在进行着血腥的屠杀 青鸟落在剑楼檐上 静静地看着那边 数不清的秦军把学宫围了个水泄不通 那百余名配着常见的书生 踢翻面前的书案 挡住博而无用的殿门 试图抵挡 然后反击 漫天弩箭落下 鲜血染红电窗 只有痛呼没有惨嚎 更没有哭声 秦军破开宫门 杀了进去 书生们推开殿门迎了上去 再长的剑也能拔出来杀人 只要你想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 书生们杀死了数倍于自己的敌人 直至剑舌 他们倒在弩箭下 倒在长矛下 倒在刀剑下 倒在血泊里 就此死别 咸阳学宫里到处都是尸体与血腥味 很多苍蝇飞来 发出嗡嗡的叫声 很是令人心烦 秦军在学宫里挖了一个大坑 把那些书生的尸体扔了进去 又搬来 学宫里的书籍堆到了上面 林上铜有点燃 火势很大 生出很多黑烟 燃烧了很长时间 直至傍晚时分 还没有熄灭 天空里一片血色 不知道是目光还是火光 咸阳城 东南九百里外 现在是秋天 满山都是红叶 在夕阳的照耀下 被风浮动时 仿佛有无数火苗在跳跃 这画面很好看 就像是天空里的火烧云 景久站在崖边 披头散发 虚长过胸 衣服破烂 看着就像是一个野人 他看着远处的咸阳城 没有说话 群山晚霞里 隐隐有一座庙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白躁看着秦皇 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 不杀了他 谁会扶阵 你杀了他 只能让天下人更加不服 那我就继续杀 杀到没有人敢反对我为止 白躁沉默了会儿 直到最后 西云还是认为 你不会坑杀那些书生 你明白其中的意思 此次问道大会 西云表现得极为出色 感悟之余 必然境界再生 将来极有可能成为 一毛斋主的人选 中州派与一毛斋是盟友 而这种盟友关系 可以说是朝天大陆 稳定格局的基石 如果西云想法有变 一毛斋便有可能 更加靠近青山宗 到时候该怎么办 秦皇显得很不在意 我对你说过 我很想忘记一些事情 而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很多 白躁又沉默了会儿 那现在你可以收手了 我记得你是掌门的爱女 但我同样记得 真人说得很清楚 陷路必须留在云梦 鬼谁却是各凭其能 秦皇看着他平静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做法 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我不会拦你 白躁再次沉默了会儿 然后说道 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 等你冷静些 我明天再与你谈 为了那张长生仙路 白千军愿意忘记那些 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与他进行再多的谈话 也没有意义 白躁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当天夜里 咸阳皇宫便发生了一起 惊人听闻的宫变 那位怯懦了一辈子的皇后娘娘 带着十余名宫女 试图暗杀秦皇 树枝极珍贵的天地消散香 烧成灰烬后 皇后娘娘与那些宫女 向着踏上沉睡的秦皇扑了过去 有的宫女是想要为那些 被秦皇虐死的同伴报仇 有的宫女是因为绝望 皇后娘娘因为什么 则是无人知晓 他们用了最坚固的脚绳 绑住了秦皇 然后举起脆了剧毒的匕首 插向她的胸口 他们没有想到 哪怕睡觉的时候 秦皇依然穿着贴身的软甲 匕首没能杀死她 反而让她从昏睡中醒来 她冷酷地注视着皇后与那些宫女 用真缘逼出相毒 正断脚锁 一掌拍死了离得最近的那名宫女 这场行刺 就此曹操收场 却是秦皇距离死亡最近的时刻 就连灼如碎与西云都没能做到这种程度 愤怒的秦皇当即开始了极其血腥的清洗与报复 咸阳城里骑兵杀来杀去 或是刚息的咸阳血宫再次被点燃 这次直接烧成了废墟 待所有动荡都平息之后 秦皇才冷静了下来 带着铁骑闯进书宫 想要去质问这一切的根源 书宫已然人去电空 池塘里的秋河在风里不停地摇晃 就像是在取笑他 秦皇沉默了很长时间 找到公主殿下 但不要动他 真要亲手杀了他 第二百三十集 逍遥游 苍州本是楚国北方要塞 由晋王府管辖 当年因为楚皇杀了晋王世子 晋王一怒之下投了秦国 于是这里变成了秦国的苍州郡 如今晋王被秦王封为南王 居住在原楚国的都城里 但为了确保自己与部署的安全 还是在苍州留下了大量军队 苍州城里更是秘密储备了很多粮草与军械 还有很多暗警 一旦起兵 即便秦军为城 也能支撑数年 在旧晋王府的书房里 白枣右手拿着笔 对照着资料 在纸上写着什么 筹划接下来应该如何做 苍州城的一切包括军队 粮草 地道 甚至军官与谋士都是同言留给他的 从很多年前开始 他便对那个人有所警惕 当今的秦皇 那个时候还是北海郡的少年武神白昼 王府里忽然响起了脚步声 书房的门被推开 秦皇走了进来 从不离开咸阳城的他居然来到了千里之外的苍州 本应在南都的晋王 竟然也出现在秦皇的身后 随秦皇晋王一道而来的 还有很多秦军高手 以及童颜曾经的部署 白枣割下笔 望向那些部署 那些部署低下头 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秦皇背着手在书房里走了一圈 颇有兴致地看着书架上的书 当年世子就是在这里给朕写信的 晋王应道 是的 陛下 秦皇点了点头 然后望向桌后的白枣 脸色渐渐冷漠起来 晋王与那些人都退了出去 秦皇盯着白枣 当年他在这里 为我们打下这片大好江山的基础 而你却想在这里毁了一切 白枣静静看着他 这一切本来就是他的 你以为他死前替你安排好了一切 却没有想过 人死便如灯灭 便是连自己的坟头都无法照亮 更何况他人阴暗的内心 就像楚国的那位大学士 死前安排得再好 又有什么用 秦皇看着他语重心长 你是女人 统颜留下的那些人 怎么可能相信你 白枣看着他似笑非笑 看来你真的忘记了很多事 不然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青鸟就在窗外的枝头 云梦山顶有座雪山 中州派最厉害的是白枣人 白枣人是女人 秦皇神色微变 童颜与你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结果却如此简单的失败 你会不会觉得太虚无 虚无这个词 你与西一云也说过 人们往往是害怕什么 才会不停地提起什么 你是不是害怕自己费尽心机 最后却落得一场空 朕不与你做口舌之争 先路的归属自然会证明 谁才是对的 你很难成功 因为这里还有别的人 何太监 你自己也说过 他一个人翻不起什么浪花来 我说的是警九 将来你可能会忘记很多事情 比如这个名字 但希望你记住我今天的话 它一直都在 这是白枣在《青天剑幻境》里说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他取出一本 有些泛黄发旧的书翻开 没有再看秦皇一眼 那本书里的文字有些奇怪 是自创的一体字 他也看不懂这些文字 但能够猜到低页的低行写的内容应该是 我是童言 看书容易累 看那些看不懂的文字与符号更容易累 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会儿 睁开眼睛时 便发现自己已经不在那间书房 甚至已经不在那个世界里 天光从洞顶落下 照在缓缓移动的《青天剑》上 与他离开之前没有任何变化 一闭一争便是数十年时间 对凡人来说真的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回思着幻境里的岁月沉默了很长时间 从咸阳到北海郡再到咸阳 他在《青天剑》里的一生其实都是自己安排的 哪怕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他想成为女皇 会面临极大的阻力 所以才会有逃难故事的发生 以及北海郡起兵 按照原定计划 成为秦皇的白千军 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与仇恨 然后到了某个时刻 他在以前朝公主的身份站出来振臂一呼 只不过他与童言都没有想到 何太监在赵国遇到了一位极优秀的皇帝 而张大学士又强行替楚国续命二十年 导致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对白千军的选择 他没有任何怨言 他忽然感受到一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 转头望去 发现是那位西云正在看着自己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他比白早先从幻境里出来不过片刻 不愧是一毛斋的书生 哪怕刚在幻境里经历了如此惨事 此时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 白早很是佩服 想着咸阳皇宫里的事情 抱歉之说道 真是得罪了 西云并不在意 微笑着问了一个问题 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死后 秦皇如何对付那些弟子 因为结局已经能够猜到 他想知道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楚皇应该是警觉 他现在还没出来 那他到底藏在哪里 白早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现在青天见旁 只有三个人还在沉睡 白千军坐在最前方 眉间偶尔会抽动一下 显得极其痛苦 何瞻仿佛真的睡着了 光头不停地点着 似困得不行 又像是在赞同某种道理 警觉依然如故 闭着眼睛 睫毛不眨 神情平静 如画中仙人 那只琉璃铃铛 悬在他的身后空中 隔一段时间 便发出一声轻响 白早不知道何瞻在哪里 更不知道警觉在哪里 他对着西云摇了摇头 起身向洞外走去 来到回音谷里 童颜一直在等他 分别不过这些天 对他来说 却已经是很多年 他认真醒了一里 童颜微微一正 明白了他的意思 没有避开 待他起身后说道 你可知道 警觉后来去了哪里 白早睁大眼睛 很是吃惊 心想那是青天剑的世界 青鸟是剑林 自然知道警觉在何处 为何你会来问我 童颜看他的神情 知道他在想什么 神情凝重 警觉不见了 很多人都认为 警觉已经葬身在 楚国皇宫的那把火里 白早自然不这样认为 只不过 他也不知道 警觉去了何处 就像青天剑 幻境里的所有人一样 但在他想来 现实世界里的人 肯定能通过青鸟 知道警觉在哪里 谁想到 就连青鸟 都失去了警觉的踪迹 看着童颜的神情 他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也有些不安 担心的当然不是警觉 而是白千军 道虽不同 终究是同门 最后在苍州 静王府里的书房里 白千军让所有人退下 把自己残存的骄傲 全部都留给了他 不想让他看清 给他一个机会 与他正面战斗 白早选择放弃 便是不想两败俱伤 影响到先路的归属 他是中州派弟子 便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先路留在云梦山 哪怕知道对手是警觉 童颜与白千军 也是这么想的 虽然从始至终 白真人没有这样 要求过他们 我想不明白 青鸟是剑灵 为何会不知道 警觉藏在哪里 童颜淡眉微皱 何瞻呢 幻境里也没人知道 他去了哪里 难道青鸟也找不到他 白早忽然想到一种可能 会不会是青天剑 出了什么问题 童颜指着天空 何瞻在那里 白早顺着他的手指 望向天空 看到了一片碧蓝 他看到的并非天空的颜色 那片碧蓝明显与四周 真正的天空的颜色不同 更加悠然 给人一种 深不见底的感觉 那是环天珠 投射出的画面 那是大海 无比广袤的 碧蓝海面上 有一个很小的黑点 随着青鸟 从高空向海面飞去 那个小黑点 越来越近 直至被看清楚 原来是个人 那人穿着太监的衣服 背着双手 在平静的海面上 缓步行走 他的脸被晒得有些黑 不再像当年那般苍白 没遇见的那抹尘欲 也被阳光驱散 显得开朗了很多 他感应到了青鸟的靠近 抬头向天空里看了一眼 眼里 没有什么多余的情绪 青鸟再次飞起 画面被急速拉远 碧蓝的海面 仍然占据着整个画面 然后渐渐出现了 无数条极细的白线 一道白线便是一艘巨船 白线至少有百余条 那便是百余艘巨船 那人行走在海面上 看似缓慢 竟要比这些巨船更快 百余艘巨船组成的船队 就这样跟着它 向着大海深处进发 看着天空里的画面 回应古外的修行者们 震撼无语 只有瑟瑟拉着那位 水月安少女的手 高兴地喊着什么 那人在幻境里的境界 应该是原因出境 这样的强者 修行者们看到过不少 这样的画面却是少见 到了这等境界 为何不选择遇见飞行 或是遇空而去 却要在海面上行走 白枣也很不解 她在做什么 她在逍遥 童言看着天空里的大海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她知道自己的朋友 终于从苏子叶背叛 裴白发之死里解脱了出来 用果成寺的话来说 就是心脏已消 笑容渐渐消失 她越发不解 既然青鸟能够找到何瞻 那就没有理由 找不到景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童言看了白枣一眼 白枣没有说话 在幻境里的时候 童言便已经猜到景久 准备怎么做 然后她也猜到了 但从历史进程来看 景久的尝试 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 十余天后 云梦山的天空依然晴朗 湛蓝的天空里出现了更深的冷 那是幻境里的大海 看似单调的大海 其实很复杂 如果你愿意仔细观察 便会发现海水分成了无数层 有着浓淡不一 味道不同的色彩与质感 如果有风来 大海便会变得调皮很多 鸡儿狂暴 如果安静时 则会像透明的镜子般令人心惊 更何况大海里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鱼与飞鸟 还有吃鱼与飞鸟的海兽 还有很多岛 甚至还有别的大陆 何瞻的船队抵达了两处一大陆 暂时没有深入探险 而这时候 他已经离开赵国二十年 一天傍晚 他有些无聊 潜入海底抓了一只巨大的海龟 给每艘船都分了些龟肉 海龟的肉怎么做 都有些粗力难嚼 但如果烤来吃 别有一番风味 就像是刚风干几天的生牛肉 何瞻躺在竹椅上 喝着美酒 嚼着龟肉 眯着眼睛 吹着海风 很是快活 远方的海面上 忽然升起一道烟花 他微微眯眼 海上送来了最新的消息 赵太后病死了 事实上 这已经是七十天前发生的事情 何瞻沉默了会儿 把嘴里的龟肉吐到甲板上 太难吃了 然后他提起酒壶 去到甲板的最后方 那里被船舱的阴影覆盖着 何瞻在那片阴影里站了一夜 也不知道那酒壶是他自己喝了 还是洒进了海里 第二天 当年那些机事场的官员 如今海上的各方霸主们 赶到了这片海域 他们只有一个问题 大人 回嘛 何瞻看着海那边 平静说道 认识的都快死光了 回去做什么 没有任何意外 赵太后死后不到三年 赵国便被秦国所灭 赵国皇帝被封为何剑郡王 很多人都在暗中猜想 秦皇陛下做得如此刻意 怕不是想激怒那位消失已久的何公公 把他引出来 就像世人对楚皇的评价 赵国亡国后 人们才开始怀念那位何公公 然而实以玩意 紧接着 秦国用了一年时间便灭了齐国 又用了四年时间 把逃至北荒的蛮人部落赶尽杀绝 至此天下一统 秦皇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他的视线投向了东南方 数百里外的一座山 秦皇已经忘记了很多事情 但他没有忘记在这个世界听到的第一句话 不管用什么方法 如果能统一大陆 成为天下公主 便能得到神识认可 获得青铜顶 得到长生仙路 那座山叫做布周山 山里有座庙 传说神识就在那个庙里 只是从来没有人能看见过 因为没有人能够靠近那座庙 那些年 秦皇暗中派了很多人去布周山 没有一个人能够回来 这越发坚定了他的信心 他决定 风禅布周山